Fall跟Fall回圈其實也可以互相轉換 所以如果我今天 一樣的話要把 剛剛寫的是兩個Fall回圈 改成兩個 Fall回圈的話 那這邊一樣 這個可能稍微不一樣 一般在VBA裡面他有 那個所謂的Fall回圈 也有叫DoFall回圈 那兩個其實都可以啦 一般習慣用DoFall 比較習慣 好用Fall好像 就不太習 所以我這邊先改 用那個DoFall 其實名稱 只是改成叫DoFall OK所以 差異性我覺得不大 把它改一下 书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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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的話 奇怪是不是我按到那個全形 OK 那這邊的話我就叫 度回圈好了 OK 那差別的話呢 其實就是第一個 一樣 如果要改這個Fall回圈的部分 那一樣嘛 我第一個就是 I等於1 先寫在上面 然後這邊的話是一個邏輯 那邏輯部分我先刪掉好了 我直接寫在這邊 它叫DoFall 寫法就這樣 DoFall 後面就是一個邏輯 空一格 I怎麼樣 要進入回圈就是當他什麼 小於10嘛 然後後面 沒事不要冒號 你不要打習慣了 就打個冒號 真的有時候真的會有 你要換個環境 你要知道怎麼轉換 不用冒號 OK 像我說寫一寫 不過還好 我覺得好像 寫過來好像也不至於 會有太多 因為你看到是VBA 你就知道用VBA OK 然後這邊後面的話 不用NAS 你就叫LOOP 特別注意就是在這個 的 回圈 LOOP的上一層 你要給他累加 所以 初始詞 條件 跟累加 累加的話 你就打一個 I 不能寫 I加等於 他會看不懂 因為他是VBA 所以你一定只能寫什麼 I 等於 I 加 1 這樣就OK了 還寫完之後的話 我們把他先清掉好了 所以這邊我清除他 清除就點這邊 執行一下 他就跑完了 然後這邊再把他跑一下 結果 一模一樣 那追的話也是一樣 我就不示範了 反正你慢慢寫熟了 FOR迴圈跟壞迴圈 兩邊是可以互相 可以轉換的 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 兩個迴圈 在不同的 這個城市裡面怎麼做 另外當然我剛剛講 其實在 那個 VBA裡面 他其實用 DoFile之外 他還可以用File 只是說File 你不能用配合Loop 你必須要換一個叫 W-E-N W-E-N 就是你 一定要 DoFile才是Loop File的話 用W-E-N 就這樣 結果一不一樣 跑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結果 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說真的 兩個 為什麼要寫兩個 就無聊 真的 不過有一點點小小的差別 那個差別 我覺得 我看過 但是我覺得 那也不是什麼差別 所以我好像把他忘記了 所以後來我乾脆 我一律就寫的話 我就寫都話了 就好了 我就不要沒事寄兩個 寄兩個也沒有 比較厲害了 因為 只是說因為我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把他忘記沒關係 你又寄 File when 或者是 DoFile loop 其中一個都可以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給各位參考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我是建議 如果你以前有學過VBA 當然OK 如果你以前沒學過VBA 我建議 你就找個時間 再把VBA補上 因為在台灣 所以真的 沒有一台電腦 沒有Excel 除非是Servor 沒有人拿Servor 來當辦公室用 也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人 你給他Excel檔 他會很開心 但如果你給他一個奇奇怪怪的檔案 他可能就沒有 沒有辦法 能夠 使用好這個工具 另外的話 很多 像有一些單位 除了Office之外 的其他軟體 都要 上千層 上面主管同意 你才有 像Python 像其他 你不能隨便裝 什麼東西有 VBA你一定會有 因為 這東西是內建的 你比較沒有資安的問題 所以 我想 有的時候其實 大部分 說真的 這一套把它學好 應該 對於一般性的工作需求 應該是 用到的機率是最高的 當然 Python的話 我覺得就是 井上添花 OK 但我們是見招拆招 反正如果他剛好那家公司 他為了省錢 沒有Office 那我們就給他一個 自由軟體的Solution 因為他就想省錢 但問題是他會變成說 他很多東西 都要找我們幫忙 因為所有東西 都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找我們客製化 當然相對的費用有比較省 其實也未必 OK 所以請各位 他會試一下 就是 把那個 剛剛講到的那個 VBA Python轉VBA 然後Python VBA裡面一樣 就是也是for回圈 可以再把它轉成file回圈 概念是一樣的 可以 不便 谢谢大家